我 导演 导演你看我现在现在镜头调怎么样 赶紧去 特别清晰对不对 很帅 我特别的坏了好了特别的帅气 赶紧去现场工作吧 来来现场彩排准备啊彩排准备啊 啊工作人员退场摄影灯光录影准备 3 2 1 Action 啊 太稳住 就在一瞬间我们俩人眼中 一个光出现到了另一个时间 每中间有个红灯 同杀家中演 对对对互动互动 对 站起来站起来 情绪 可以 站起来站起来 站起来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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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音乐停音乐停 怎么回事 今天上午呢 我们整个导演组的人都在休息 那中午的时候 真四八来过我的房间 几点中午的时候几点中午的时候 你 待了多久 十二点半离开 然后再次见到他就是在两点半 他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 降下来 看 舞蹈你是什么血型鼻型 真四八 你你姐妹跟他那 那位工具箱 那工具箱里有啥 剪子 剪刀上面有血迹 什么 哇 玩的这么狠吗都 我看下来的摄像机啊哥 这是大光圈偷拍我 我看 你跟四十八很亲密啊 哎呀 弟弟大了嘛 大了大了 哇 哎有密码啊 有密码啊 密码箱 嗯 零四八不是 我刚才试了 嗯 跟那个二十一这个这个飞镖 这个盘这个 数字会不会有关系啊 二零 一 二十一 二零一一 嗯 看了啊 真的看了 这谁 真的是 这不那个谁吗四十八吗 什么 底下有个盒子 哥 嗯 底下有个盒子 哎呦 哎呦 弟弟 是我的照片 是不是没有真四八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哈哈 这一定就是爱了 那这我拍吧 好吧 这我拍吧 这是你不在 哥 这是你不在 哇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哎终于有别人喜欢我的感情下吗 我录路这么多期都是我喜欢别人 弟弟啊 哥哥劝你一句咋了小心点 明白了 而且现在重点来了啊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同派不是就是令人激动 就让人有点娇羞的事情 你年纪还小这种事让我来吧是什么呀 我在马来山的床底下发现一个盒子然后发现了 我的照片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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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照片上面就会有每个都有都是都有爱心 这谁呀 我呀 你呀啊如果这么东西大神他终于有人喜欢我了 哎我暗恋他 你暗恋谁暗恋无语 我跟你说啊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你别高起了 我告诉你 全世界什么事都有可能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哥咱俩什么仇什么愿 什么叫别人喜欢我不可能 最重要的事情是 每张照片的后面都写了一行字 说是不是没有真四八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意思是你跟真四八字在一起的是吗 因为我发现他们俩就是穿各种情侣款的东西 我就知道他们俩有问题了 观众朋友们这期可能就是我吴磊在大震态里面巅峰了 我有一个女朋友还有别人喜欢 还有别的女朋友喜欢我 但是你有很多可能白巅峰 然后就是因为 哈哈哈哈 你因为你就是你只是只是以为自己巅峰了 也许并不是那样 巅峰可能白巅峰 加油了啊 这边上的三个人是我们兄妹三个 我和我弟弟还有我妹妹 这个就得是说到十八年前的一个事 十八年前的一天呢 我非得带着我弟弟妹妹出去玩去 但在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呢 我弟弟呢就发生了意外 发生了意外的同时呢 我妹妹就走散了 失踪了 然后爸爸妈妈呢就去找我妹妹 我们就一起找 但是在找妹妹过程当中呢 我爸爸妈妈也出现意外 离开这个世界了 那没办法就爸爸妈妈也走了 妹妹也失踪了 我就跟我弟弟从小相依为命的长大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出意外的时候 是不是我年纪特别小 对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你不知道 所以吴宇不知道自己有妹妹 我不知道我自己有妹妹 那你后来为什么要给马兰山开始寄钱呢 寄钱的是你对不对 是 是钱是我给他寄的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点 就是还是这个许言池 是我妹妹走丢了 然后我在这儿呢 我就去许愿了 我去许愿就是 我希望我能找到我的妹妹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就不知道我怎么 我就收到了这个 马兰山大街一号的一个纸条 然后我就抱着试着心态 我就去到这个地方 我就找到了我妹妹 我是你妹妹 突然发现自己可能被妹妹爱上了 我就 哈哈哈哈 题目 什么 我有一个女朋友 还有还有别的女朋友喜欢我 最即可人就是我吴磊 在大震态里面巅峰了 马兰山是你妹妹 哈哈哈哈 所以我说全世界只有这件事不可能 为什么你不认他呢 就是我发现他的时候呢 他其实过着很幸福的生活 而且他已经改名了 他原来叫美丽 吴以伦比的美丽 对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 吴以伦比的美丽 哇 怪不得 不是我的爸爸妈是我的亲生爸爸妈妈 好再去乘 吴雨开哪个车 哦那个车 哦那个车可以开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我的豪车 豪吗 哇 挂的跟癞蛤蟆似的 哦挪车请联系无语 你按那个电电电子要快点 哎呦哎呦喂 你这车还行啊 癞蛤蟆上上公路愣冲一带小鸡婆 啊 鑰匙给一下 能一起坐吗 啊 快上来哥 什么东西啊 这个这是什么啊 啊 找到了 这是什么 啊 这个啊 说吧 这个啊 嗯 这个是手镯呀 哦 他的手镯 巨人启事 哇 就在他妈妈的手上 哇 那肯定是 妈妈的手镯在乌云上 你看鸟都清了 哇 来上来认吧 在2013年的8月1日呢 我就去找我哥哥玩 结果发现我哥哥不在房间 那我就打开哥哥电脑玩 电脑一打开就是那种监控啊 我就通过监控看到了 我哥哥正在跟一个女游客交谈 交谈了没一会儿呢 我哥哥竟然把这个女游客给推倒了 就不请人事了 我哥哥呢就把他 带回了女游客自己的房间 然后后来我自己实在是好奇得不得了 我就自己去到了那个房间一看 发现那个女游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我当时就想说我哥哥 这么年轻 就背负了这样的罪名 我不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就把那个女游客 驮着驮上了车 开车送她 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医院 对 18秒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看她没有生命体征不准 说不定还可以抢救一下 我就把她丢到了医院门口 就走了 结果8月1日 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 在8月2日的时候 我看到报纸 说在这个附近的医院门口 发现了这个女子 但是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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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